我 我想寫一本書 寫一本紀錄台灣在地精神的書 我在找一個人 找一個在河裡挖寶的人 跟我一起出發吧 一起走出都市叢林 一起去尋找這傳說中 台北河裡的最後保障 來 真正看得到 熟的地方看不到 真正頭棒了齁 來 買得到你會好 今天買得到你家的事 來 今天你老闆沒在齁 青菜賣 樓頂補樓 處處補樓 風丁頂走走走 風丁頂走走走 風丁頂走走 風丁頂走走 快點來 快點來 老闆沒在齁 今天青菜賣 人家送炒體公賣送路雷鳳 快點喔 快點喔 只要你兩人 老闆沒在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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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不在齁 快點來這裡 去廟後幫你打掃去 唉唷 沒有沒有 這我自己會手啦 華西街觀光夜市 這裡呢 或許是當初的台北市 這一區裡面呢 最熱鬧的地方 咬問一下 在海鮮路 有那個雞蛋壞還是 冬水蛞上來嗎 這就是雞蛋壞 好 那然我們有冬水蛞 不過了 好 要進去 這個大水很大嗎 對啊 他白光 三分蛋又大 要鐵圓嗎 三分蛋又大 啊來 有人在這裡 來好 來 五十八度 我 symptoms就好了 這度三萬八 拜託 我就在去看一看 其實好 對風掛掉了 你現在抓了 回想怎麼樣 感覺 感覺怎麼樣 因為很舒服 當然我現在一定要講很舒服 要不然他待會生氣就 現在這幾個河都很臭 什麼都沒有什麼特產 最多就是有蛇出沒 從山上過來 跟著淡水河過來 就是你現在抓的 抓到這樣子是不是 真的有勇氣 有勇氣了 在那邊叫阿嬤阿去 打打招呼大家辛苦了 在這邊 在台灣的故事 在台灣的故事 到處逛一逛這樣感覺 好這間這間 阿公啊 我要找一個翁先生是不是你 就是他 沒有錯 叫做翁向先生 對嗎 阿公跟阿嬤在吃怎麼樣 阿公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喔 鳥屎要拖鞋子 對 對 鳥屎要拖鞋子 對 吃怎麼樣 我不知道 他如果要愛我就買給他 我覺得他的快樂 他的樂趣 來自於他的一些了解 跟一些不了解 臨走前 幫翁老伯和他的草藥園 留下了最和諧的影像 現在有一部車子來了 還開得很慢 來 小姐 噢 你不怕說嗎 你不是他順子嗎 我是順子 我看你喔 我剛剛踩煞車 你剛剛有NG在這邊 什麼事情 我摸在整條面 你們現在要去哪裡 去哪裡 做廠會 這是什麼地方 人家這麼多 黃昏市場 黃昏市場 這邊是江翠國小 江翠國小 在後面 這 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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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過來了 現在頭前那個舞台就是的嗎 對 頭前那個 前面 搭了一個野台 正是萬家燈火好戲上場的時刻 好不容易才穿過這條正交易熱絡的黃昏市場 今晚家家們的舞台就在這裡囉 這裡去 我要國外先上去 好你先上去忙 你先上去忙 這樣說這班肚吃便吃的 吃便吃的 很精采喔 要吃 要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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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吃便宜嘛 要吃便宜喔 要吃便宜喔 那怎麼有什麼問題 喔 肚子餓到在唱君歌了 真的是大便車搭到好康的 看秀吃班肚 真是人生一大享受 喔 要吃便宜又用餅 要吃便宜 要吃便宜 我要吃便宜喔 吃便宜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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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囉 來囉 請他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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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快點快點 我要你幫忙一下 什麼事啊 我一到節目要你幫忙一下 要我幫忙 拜託 我現在來錄影了耶 你搭我便車耶 拜託一下啊 搭你的便車是要幫你的忙 下下就好 我工地球很貴的耶 快點啦 你要演唱什麼啦 肚皮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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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妹妹開玩笑 我剛剛可以做主題而已 要 我幫忙 肚皮舞的 肚皮舞 快點師傅幫忙一下 肚皮舞 我想說要來吃飯粗飯而已 說這樣倒一個樓梯 真的讓他拉起來 我好像笑的 那個 那個 你又跳肚皮舞的 真的回去 撈賽撈到變成 一旦輕輕 撈賽一次才有更多筋 先練習一下 一開始有一點想愧 但是呢 後來我就覺得 整個氣氛那麼熱絡呢 他整個雪 這個這個這個雪球 好像一直在滾 很多人都一直加進來的那種感覺 我想我喜歡 而且願意的呢 再往裡面跳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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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給你一下一下肚皮舞先生 來看這個肚皮舞是什麼人 那肚皮舞在那邊打鍋就對了 那肚皮舞在那邊打鍋就對了 那肚皮舞怎麼這樣就對了 來來來來 你也看這個什麼人在講 哎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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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手都拉起來了 來 把手都拉起來了 喔耶 喔耶 有了有了 把手都拉起來了 拉起來了 這樣啦 那肚皮舞在那邊 肚皮舞 那你不是蒜子嗎 那是蒜子在那裡 那是蒜子在那裡 你很骯髒來的 還我在後面不得這樣 長得多多 我先給我鼓勵一下 不要再去什麼狗狗 我去抓狗狗 我去抓狗狗 喔 下來了 哎唷 真假的 你拿什麼東西 你拿什麼東西 我現在現時是穿在拿的紅糖 紅糖喔 對 紅糖你一買這麼大塊 沒有啦 洗了又又又又 就是那漆喔 對啦 對啦 哇 這樣很辛苦 對 那這鼻子很重的 沒有啦 那又習慣了 習慣了 對啦 那台北市已經這麼久了 我今天從水的上面來看這個台北市 我覺得 那是一個很美的地方 不過看整條河的那種味道 看起來又覺得 哇 我們真的是該負起這個責任於這條河 從大便傳的令阿伯口中得知 這一條河是十幾個阿伯的經濟命脈 他們趕在退潮時套早出門 挖一般人不會注意的紅蟲 賣給釣魚的人 你那時候就是魚的 對 你那時候是魚的 對 你那時候是魚的 其實看他的張威呢 這個阿伯呢 他現在在前面那個地方呢 正在抓他的紅蟲 阿伯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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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找你啦 好 我一直問過來 我問你來吃嗎 對啊 現在這裡紅蟲有多嗎 普通的 普通的嗎 普通的嗎 阿伯 我這個很紅的 一直找一找到這裡 對啊 對啊 好啊 我過來去 沒想到在我熟悉的台北市橋下 還有這樣一群人在工作 林阿伯要到別的區域工作了 張輝伯說以前沒到這麼遠的地方來 實在是因為紅蟲越來越難找了 一條河 如果張到連紅蟲都沒辦法生存的話 那肯定是被我們徹底遺棄了 阿伯伯啊 我是這樣遠路一直找你找到這裡 對啊 我是聽人說 說紅塘 斬金 在社會進步的過林塘中 是這麼好壇 不知道有原因還是沒有原因 要了解一下 這有哪 好 好 同事啊 這有哪 都低減賺一下 它有點像我們台灣人的那種 生命力 即使在惡劣的環境裡面 它會發現一線生機 而且還要製造奇蹟 再從奇蹟裡面去製造轉機 居然在這麼惡劣的環境裡面 有這樣的畫面 唉唷 有一點受不了的感覺 很辛苦的這個環境 這樣一刻一刻 捏一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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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看來不得真真真吃 雞人好 這在地的精神 真的 真的 怎樣捏 我看一看 我來看一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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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不為見 紅蟲是在污泥裡繁殖的生物 阿伯一塊一塊的把污泥撈起來 用水濾掉雜物之後 再帶回去岸邊分離 等紅蟲浮上來 說我們如果不找魚的話 會有多少 對 二十塊 一天這樣捏到幾公斤 不清楚 剛才真的 有錢有岸也沒有 沒有錢 沒有錢 阿伯一阿伯每天套早就出河抓紅蟲 這條基隆河 他來來回回走了幾十年 從乾淨的時候抓蠟 到污染的時候抓紅蟲 他就靠這條河養大了他的孩子 也讓發售的基隆河 還有人眷顧著 回航時 阿伯一伯特別像獻寶一樣的告訴我們 在圓山橋下附近 有一塊青草橋墩的遺跡 還特地拍照紀念 他們是全台北市真正了解這條河 愛這條河的人 他就在我身邊 就在我每天生活 我必須錄影經過的一些路段上面 但是我卻不知道他的原始味道 我竟然對我這麼熟悉的地方 感覺到如此的陌生 這是我這一次覺得有一點害怕 確實呢 覺得應該更盡心的一個新角度 種下一棵發財樹 給這一群辛苦工作的紅蟲阿伯們一個祝福 這次尋找基隆河的最後寶藏 讓我這個生活在台北的人 受了很大的衝擊 我們遺棄了一條母親的河 卻渾然不知道 更不知道有一群人在橋下的角落 不離不棄的與他共生 紅蟲真的是個寶藏 是個提醒我們台北的河 它還活著 是個 abs Cheryl 遊樂器 夜夢